这是令苏联警方紧急叫停的谜案 自上世纪至今未解 有名经验丰富的登山队员离奇死亡 帐篷被从内向外划开 眼睛和舌头不翼而飞 从受害者身体里检测出有害的放射性物质 还有身份沉迷 全身刺满纹身的男人 这些疑点至今没有找到合理的解释 这起事件也使得奥托尔滕雪山成为了很多登山者心中的圣地 甚至在60年后 该事件还被改变为电影 足见影响之深 这就是震惊全网的迪亚特洛夫事件 1959年的1月 迪亚特洛夫组织了一次登山活动 这支探险队伍里有迪亚特洛夫的9位校友 以及一位来自苏联车里亚宾斯克机械厂的员工 在出发前 队员尤金不幸因为腿的伤势恶化而被迫退出了探险活动 他决定留在村里等待队友们的归来 1月31号 登山队员开始攀登 他们计划在2月12日顶峰成功后发送电报以示安全 然而 几天过去了 尤金仍未收到他们的消息 等到2月16号还是没有收到消息 尤金意识到队员们可能是遭遇了什么意外 立刻组建了搜救队上山救援 2月26号 搜救人员找到了登山队被雪掩埋的帐篷 帐篷从内部被割开 里面还散乱地摆放着一些干粮和衣物 人们心中涌起了糟糕的预感 迪亚特洛夫他们究竟遭遇了什么 才迫使他们割破帐篷 甚至来不及带走东西 难道是雪崩吗 这一设想很快被推翻 因为如果是大规模的雪崩 帐篷早就被冲毁了 不可能完好无损 而且要逃生的话 把门口的拉链拉开不是更快吗 为什么要选择更不方便的割开 随后 搜索队在离帐篷500米外的森林里 发现了两具遗体 他们的附近还有生过火的痕迹 更令人费解的是 他们光着脚 身上只穿着贴身衣物 而且树上还有他们攀爬过的痕迹 此时离登山队出发的时间 已经过去了26天 搜索队的人深知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 血覆盖的迪亚特洛夫和另外两名队友的遗体 他们三人均是保持着朝障藤的方向爬行的姿势 已经完全冻僵 经过详细的调查 他们认定三人只失温而死 此时所有人都认为 这只是一次普通的登山意外 然而 两个月后 随着其他四名登山队人的遗体被发现 人们有了不同的看法 遗体被发现在一个山沟里 被四米后的鸡血盖着 所见皆是触目惊心 其中一位女性遗体死状极其惨烈 她的舌头被割了下来 眼球也不见了 而之前我们所提到的那位机械厂的员工 她的左眼球也消失不见 并且她的身上也同样有多处 奇怪的是 四个人都不是低温致死的 他们的身体并没有明显的伤痕 而是死于严重的内处血 这样的力量 不亚于遭遇车祸所受到的冲击力 然后令人诧异的不止这些 四名队员身上都检测出 不同程度的放射残留反应 法医在对机械厂员工进行检验时 发现从她身上中所提取出的DNA 与她的任何亲属的DNA都不匹配 此外 机械厂员工身上还覆盖着大量纹身 而在那个时代 纹身最多的人往往是复兴者 她究竟是什么身份 她的目的又是什么 随着越来越多人讨论 人们提出了几种可能性来解释这起事件 有人认为他们是遭遇到了雪怪的袭击 这也能够解释他们眼球和舌头的失踪 也有人认为这起事故是雪崩所导致的 这是由于山坡上的暴风雪引发的雪崩 导致他们的帐篷被积雪淹没 这也能解释为什么登山队员要从内部划开帐篷 而他们之所以爬上树则是为了辨认方向 还有一些人认为他们的死亡和前苏联的军事演习有关 因为就在这些人遇难当天 还有其他的登山队伍在事发的DNA上空看到了橙色的光球 这也可能与苏联进行的降落伞和壁垒武器实验有关 爆炸声引发了这场事故 这可能解释了为什么后来发现 其他四人身上有放射性物质的存在 最终 1959年8月迪亚特勒夫登山事故的调查被全面终止 根据那些参与过调查的人的回忆 当时在事故现场发现了一些异常的现象 使他们无法得出确切的结论 比如登山队的帐篷被撕裂 而且在遇难者的遗体周围没有发现致死的外伤 那个机械厂员工的真实身份 调查组还从事故现场收集到了一些不寻常的痕迹 面对事故的神秘性 苏联官方最初表示愿意积极配合国际调查 但随着调查的深入 相关文件却被突然封锁 并将参与调查的人员转移到其他地方 这引发了人们对真相的猜疑和质疑 时至今日 迪亚特勒夫登山事故的真相仍然是个谜团 关于这起事故的各种猜测和理论层出不穷 有人认为可能是自然灾害造成的 也有人怀疑可能是不明飞行物或超自然力量的干扰 然而 因为资源有限 我们无法得知事故真相的全部 希望在科技更为发达的将来 我们有机会知道这一真相